那四大歷程呢 第一個叫做注意 第二個叫做這個 喂 看一下 看有什麼名詞 包吃 第三個是生成 第四個叫做動機 第一個歷程的注意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要學一件東西 你要觀察學習的話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個地方 對啊 所以什麼東西會引起你的注意呢 可能是你有興趣的東西 或者是它很特別 你才會注意到它身上 對啊 所以學習第一個重點就是你要引起 學生的注意力 如果學生沒辦法把注意力放在老師身上 那他就學不到東西了 他連觀察都沒有辦法觀察 所以這第一個注意的歷程 第二個是保持 因為你注意力放在身上 你才會觀察嘛 你很認真看之後呢 這個東西呢 就會變成 原本從具體的 譬如說假設你是 體育課老師教大家打籃球 老師就做一次帶球上籃 看完之後 你會把這個東西叫做符號畫 就你會把實際的動作變成什麼 變成符號 符號就是可以儲存在你大腦裡面的 它可能是一個圖像 可能是一個概念 可能是一些這個提示 變成文字 這都是什麼 變成符號畫 然後儲存在你大腦裡面 第三個階段是什麼 深層 就是呢 你要產生動作 老師先示範一次給你看 你就看到了嘛 看到之後呢 你就去在心裡面演練 這個就是怎樣 拿球 走兩步 然後這樣子上籃 手怎麼放 腳怎麼放 你知道了吧 符號畫 再來就是你要去把這個行動表現出來 這叫深層 然後你就開始運球 發現 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簡單 球可能會踢到 它可能會走步 上去可能投愛可是不會進 等等的 你慢慢的會去調整你的行為 調整什麼行為呢 調整你的行為變成這個符號畫 這個符號畫可能是一個完美的標準 就是老師做的那個東西 在你心中形成一個標準 然後呢 你的生成的能力可能一開始 第一次投籃你可能在這邊 慢慢的你會去調整你的行為 越來越接近那個完美的形狀 對啊 如果這個沒辦法達到呢 譬如說有的人 他的標準這麼高 可是他一直都達不到 他就只能在這邊 這時候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就是降低標準 第二種就是提高你的能力 你要學習 這是班杜拉的另外一個理論 叫做自我效能的理論 一個人到底自我效能高不高呢 自我效能類似自信 可是自信是全面性的 你對某一做什麼事情都很有自信 自我效能是對單一的事情 譬如說我對於打籃球這件事情 自我效能高不高 如果自我效能很高 就是你覺得你自己應該做得到 這跟兩個事情有關係 一個就是你到底目標有多高 還有你的能力有多高 這兩件事情是有關的 這是第三個歷程 生成 我主要講的是講第四個 叫做動機的歷程 這個動機的歷程呢 會回過頭來 剛剛前面這三個 比較算是這種連續性的關係 事實上也不一定 因為你這個要經過反覆的練習 而且你觀察可能會觀察很多次等等的 動機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會影響到前面的歷程 影響到注意跟影響到深層 甚至影響到保持 就是你為什麼會去注意一個人 為什麼會去觀察一個人呢 跟你有沒有動機有關啊 對啊 你到底想不想學東西啊 如果你對籃球很有興趣 你當然會看嘛 你對籃球沒興趣 你就不會看啊 對啊 如果你是想要看籃球 然後學習如何打籃球 你就會很認真看 他會跟你多認真有關係 投注多少注意力 如果你只是看好玩的 看球賽 那你就會看 可是你也不會很認真啊 你不會看他每個動作啊 他的策略是怎麼打的啊 你就學不到 然後呢 他會影響到你的深層 就是 你這個東西你學到了 你放在你腦裡面是一個符號化 可是什麼時候要表現出來呢 表現出來就需要動機 這就跟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哈佛的學生 他其實是會算那個數學題目的 他已經把它符號化了 這個數學的規則 他懂 可是你問他的時候 他要不要認真算 那是跟動機有關的喔 各位在座同學 你們應該都有能力去計算 17乘以24 所以你們 是有能力的 可是你這個能力 會不會生成呢 今天假的是考試 每個人都算得出來 可是如果是喔 我隨便問你說喔 17乘以24等於多少 你說苦不想回答 不知道 你這不會去按計算機喔 你知道嗎 你沒有動機嘛 對啊 你就不會去算這個東西啊 所以動機跟行為的生成是很有關係的